菩萨对众生的加倍力 这个名号跟咒语 是非常重要 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桥梁的角色 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名号这个地方 或者咒语 在天津菩萨的往生论 他给他一个名称叫 功德法句 说菩萨他修了很多的功德 但是功德他必须要有一个东西 把他保存下来 你说功德在法身当中 法身是无形象的 谁也进不去 那对众生来说 根本就不能产生他受用 所以菩萨必须把他因地当中 他的布施 他的慈戒 乃至于他种种的功德 必须要有把 用一个仓库把他保存下来 叫功德法句 比方说 我们不要先讲佛菩萨 讲外道 你看外道他成就出产以后 他就能够把他那个出产的那种 三昧的力量 他就在三昧当中念一个咒语 那么这个咒语念出来以后 他就给他一种力量 说哪一个人 你去采蜂蜜的时候 你念我的咒语 蜜蜂不能咬你 那因为他有三昧力 他有功德力 所以他就给赋予这个咒语一种力量 他把这种 眼离蜜蜂障碍的这种功德 就加持在这个咒语当中 那么在印度当中 的确有这个防止毒蛇咬的蜜蜂的咒 你念他的咒 你就能够远离这样的部位 但是有个条件 外道的功德法句是有时空障碍 因为他所依止的是生面形 所以当这个外道禅定消失的时候 当这个外道死亡了以后 这个咒语就没有力量 这个咒语就等于是一个生意而已 那么菩萨的功德法句 亦复如实 菩萨的功德法句 菩萨自己受用叫做本门法身 是存在法界当中 无时无刻都存在的 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机门 他必须要从工出甲 他必须要成就一个因地 做释迦摩尼佛的徒弟 来试现菩萨道 然后积功累得 从法身当中 从工出甲积功累得 然后花愿 慢慢慢慢成就功德圆满的时候 他就成就一个硬化身的佛陀 法身报身是没有名号的 法身别是没有名 那都完全佛菩萨之所用 跟度化实地菩萨 只要有名号 那一定是一个硬化身 而这个硬化身的成就 智德大师说是一个从本垂机 那要一段的很长的菩萨道 然后他因言记住了 才成就一个硬化身 然后他把这个硬化身 赋予一个名号 然后他把这一期 因地所修的因地的功德 全部加持在这个名号里面 所以我们赞叹 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 因为他这一期的 成就阿弥陀我的硬化身 所花的时间特别长 所以他的加持力特别广 那么也就是说 菩萨他在 他成就法身以后 他必须要一再地创造一个硬化身 那硬化身成就以后 他就一个名号 等到他的音言结束了 他的话 他的音言结束 这个名号在时间上就消失掉了 然后他又要从本垂机 又要视线因地 然后又创造一个硬化身 又给他一个名号 然后这个名号给大家受止 又能够产生以乐拔苦 等到他这个名号的色受 因言又消失掉了 他又必须要创造另外一个硬化身 所以很多人说成佛以后干什么 成佛以后就是不断的 积极以你的音地 然后创造一个名号 然后以这个名号来利益众生 你为什么要创造名号呢 因为佛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他的音化身寿命是有限 可能是一节 也可能是八十岁 也可能是多少时间 所以他在当时的正法时代 色受众生有限 所以他死掉以后 一定要留一个东西出来 佛灭度以后 当然主要的就是 留他的佛像 他的名号 而这个名号是最简单的 所以说当我们在研究 观世菩萨的功德的时候 你要找到他的门 你进去这个功德要有一个门 就是他的名号 当然你要把这个门打开 你内心当中要有他的信心 跟你的艳意 这两把钥匙 才能够把这个门打开 然后你就能够集中身心 头大绝海 跟他产生感应 那么观世音菩萨整个 以乐把苦的大十倍力 就对你产生加持 满足你的愿望 这个就是整个观世音菩萨 立他的一个过程 包括菩萨因地的修学 然后创造名号 包括我们怎么去启动这个功德 包括我们怎么去启动这个功德